今天我们继续讲《佛说无量寿经》 我在《无量寿经》会上的专者 我们上一次说 差不多有三十几会专者 我们已经讲过世会了 现在到专者舍利佛 舍利佛翻译文就是Zhariputra 这位舍利佛专者是智慧第一 为什么他是舍利子 舍利是舍利佛母亲的名字 据说她母亲的眼睛非常美丽 这好像是秋露了 有一种了是秋露 秋露了 她的眼睛很美丽的 舍利佛是声文中的智慧第一 她就是《阿弥陀经》法会上的当机者 就是佛跟舍利佛 外道的论识 当时她有两百五十弟子 舍利佛也有两百五十弟子 穆监年专者跟舍利佛专者是齐名的 后来这五百弟子就跟随 即将牟尼佛出家 他们是外道 所谓外道不是说外道一定是很不好的 当时我们说外道就是凡事不是佛法的 就归纳外道之外 真道之外 不是说外道是很恐怖的布什家这个意思 外道不是佛法 但是她们也是哲学家 她们也是智慧很高的学问家 他们舍利佛跟穆监年 就是当时的很出名的哲学家 后来这两会外道的论识 一共各有两百五十弟子 跟随西战牟尼佛出家 所以她们在佛教的经典上就是一双上手 她们都是上手 第一就是舍利佛 第二大牟尼连 第一十七位专者就是 是吉兵娜专者 吉兵娜的梵文是Mahakafinna Mahakafinna是大的意思 Kafinna是什么意思 是防修 什么是防修 星修 Constellation Sodiac Constellation 就是我们的星座 凡秦中国是防修 他父母是祈祷 星书生他的 所以他是星修 他对星修所致甚深 所以他就是星修第一 就是这个意思 吉兵娜 Mahakafinna是星修第一 第十八 专者大祝 专者大祝就是 Moha Jussela Mahakastriyam Jussela 他是辩论达问第一 Jussela先前在家庭里面 他受教于他的父亲 他这个父亲是婆罗门的大学问家 Ajitta 大 有人说他这个父亲是仙 所以是阿陀 Ajitta仙人 他的父亲是一个大学问家 哲学家 所以他早年的时候 说他父亲的影响 博学、多文 他非常好学 他发愿要把印度十八经 十八种大经 都要读通 当时在印度 凡人能够一生里面读通了 一部经已经不简单了 他发愿要把印度的十八部大经 全部读通他 他就发这个愿 他说他发这个愿 这个早 即早 如果是我不读通了 我不减它 后来越来越长 越来越长 十六年都不简单了 所以他有另外一个名字 不简早的外道 但是他不是外道 他是一个学问的大学学家 就是《常找犯志》 十六年他把十八部经都读通了 读通了十八部经 他的辩论非常厉害 他都找释迦牟尼佛去辩论去了 他还发了一个愿 我要找当今辩论第一的去辩论 如果是我辩不过他 我愿意随他出家 他们就跟释迦牟尼佛辩论了 后来辩论的结果就是 居西罗的理论跟答案在逻辑上有矛盾 大家一看 看出来 他就认输了 他认输了 他就跟随释迦牟尼佛出家 后来就跟随释迦牟尼佛出家 他的父亲当时是一国之王所拜的果师 家中拥有广大的土地 很多很多工人有船、有士、有财富 是全国的大户人家、大净治 后来他放弃了他的家财 他跟释迦牟尼佛出家成为大欧罗汉 论义第一 大助长者、大助专者跟大净治专者不同 大助长者是打问的时候、辩论的时候第一 大净治是论义第一 就是什么样呢 Explaining the Dharma Formost in explaining the Dharma 他是讲佛法第一 大助就是辩论第一 有一点点不同 但是都是大智慧的人 你是阿罗汉 二识是专者 Mohajona 大唇陀 范文是Mahachanda 他是圣力佛的弟弟 他曾经是谁 曾经是希释迦牟尼佛的侍者 在汉文的佛典上找摩赫作纳的资料不多 在南传佛教里面就有Mahachanda的资料 据说有一部经 Galana Sutra Galana Sutra是巴里文的 巴里文也有一部经 Galana Sutra 它是七觉知 就是四菩提分的意思 我们不是在三十七道品吗 八圣道 七菩提分 八圣道分 是敬情 四如一组 五根五立 七菩提分 七菩提分 就是七觉知 七觉知是什么呢 Mindfulness 念觉知 Investigation of the Dharma 折法觉知 Persevering efforts 精进觉觉知 Rapture 清安觉知 Calms 喜欢的喜觉知 Concentration 定觉知 Equanimity 除觉知 他是当机法文的 在Galana Sutra里面 他是当机者 这个资料在南传里面 比较多一点点 Juna Mahachanda 二十 二十一 专者满愿子 专者满愿子 大阿罗汉 他就是佛罗罗 佛罗罗专者 佛罗罗的范文是什么 Pranna Pranna 就是佛罗罗 Pranna 他是父亲的名字 这是满愿的意思 满愿 Pranna 就是佛罗罗 是满愿的意思 Maitriya Maitriya 是什么意思 慈悲的意思 好像我们 米勒菩萨 Maitriya Buddha 慈世菩萨 Maitriya 的意思是慈的意思 所以满愿子也有 他另外一个名字是满慈子 满就是他父亲的名字 Pranna 佛罗罗 慈 就是母亲的名字 他父亲的名字跟母亲的名字连起来 就是这位专者的名字 这位专者降生的时候 天上好像下雨了 下了很多 好像很多珠宝的 看起来很多珠宝的 很吉祥的 所以他的名字是满愿子 也名满慈 慈悲的慈 我们继续讲二十二 专者 黎藏 黎藏是阿罗罗陀 阿罗罗陀 他是西加牟尼佛的十大弟子之一 他的意思是无灭的意思 他本来是西加牟尼佛的堂弟 就是佛陀的叔父甘露范皇的儿子 也是皇子 他是皇子 把皇子都不做了 跟西加牟尼佛出家了 佛陀成道以后 回家的时候 阿罗罗陀很佩服他的堂兄的道恨 于是跟他出家 他是天眼第一 为什么天眼第一呢 他开始出家的时候比较喜欢睡觉 天天睡觉 后来西加牟尼佛就喝吃他 你不应该睡觉 你这样把光阴都浪费了 于是他的发愿 他发愿精进修行 七天不睡觉 就把我眼睛弄蒙了 他是蒙眼的 眼睛看不见的 但是他修天眼通 他是修神通第一 天眼 他用天眼看一切的 他盲人 但是他什么都看到 他用天眼去看 真会大欧罗汉还有一个特点 他跟谁都合得很好的 欧罗汉也有他的习气 欧罗汉还有法职吗 我职已经没有了 他还有法职 还有法职的意思是还有一点习气 但是真会大欧罗汉很容易跟人合得来的 谁都跟他合得来 他悟出正道的方法 他认为正道第一 少欲 你的欲望 你少欲 少欲之主 寂静 正念 正定 静静 正会 无息论 他修行这八种方法 而成欧罗汉的 专者留贯 就是离婆多 他是离婆多 他就是离婆多专者 离婆多的意思是新修 也是constellation 他母亲要生他的时候 求祈祷新修 天上的星星 后来就生了他 他是坐禅第一 他也是定心不颠倒 他这个名字是无颠倒 无颠倒就是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也叫无颠倒 但是他有另外一个名字 离婆多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是什么样的名字 甲合合 甲的合合 不是真合成 甲的合合 为什么他说甲的合合 离婆多 甲合合这个名字是有典故的 据说离婆多还没有出家以前 他是比较穷的 没有出家以前 这是普通人 他是农民 比较穷 有一次 丽婆多在野外 没有人住过的房屋里面 已经没有人住的 很简陋的房舍 那个屋里面 过夜了 他在里面打坐 里面那个东西都很乱的 那个地方没有人住的 他就进那个房子里面才打坐 他做得非常如法 好像如定如定的 不是在定中还是真的是这样 他自己也搞不清楚 他见了这个小鬼 当着一个死尸进来了 死尸就是一具死人的尸体 当这个尸体 小鬼当那个尸体进来了 进来的时候 有一只大鬼在后面追他 追到他的时候 大家的辩论争论 大鬼说 这个死尸是我先看到的 你要归我 小鬼说 不是 是我先看到的 这个小鬼是我吃的 不是你吃的 我先 谁先看到 谁吃这个死尸 他们两个就议论起来 差不多要打起来 他旁观一看 有一个人在这里打坐 当时黎婆多已经非常害怕了 整个人就发抖 满身都是汗 要让鬼在这里争论 他在旁边看 看得怎么样 看到木灯口袋 为什么有鬼进来这样议论 后来那个小鬼就说 我们就问他 他看见我 我把这个鬼担进来的 问他谁是应该吃这个死尸 当时黎婆多就这样想 如果是我说实话 这个大鬼一定要害我 如果我不说实话 那小鬼要害我 我不知两遍 我不知道怎么样 还是说实话 他就说 这个死尸是小鬼担进来的 那么这个大鬼就大怒了 不高兴 就马上前就把黎婆多的手拔出来 把他的手担在地上 左手 那么这个小鬼见他这样 黎婆多是帮他的吗 马上把死尸的手补上他的身体 他拔出一个手 他就补一个手 拔出左手 就补这个手 把上来头 执在地上 他就补上这个头 全身都补好了 但是死尸的身体 不是黎婆多的身体 那么两鬼就是这样 把黎婆多的身体都吃掉了 抹嘴而去 很高兴的 现在很饱了 就把黎婆多的身体吃光了 那么黎婆多的身体是什么身体 就是这个死尸的身体 死尸鬼 死尸的身体 当时黎婆多看着这个身体 就很怕了 哎呀 现在我这个身体没有了 这个是我是黎婆多还是我是鬼 他就发狂了 发疯了 白天见人就讲了 我是黎婆多吗 你看我是什么 人家说 我看你是鬼 你好像是鬼一样 不是 我是黎婆多 他就走到摄利佛专者 摄利佛是他的好像是堂兄 他说 你知道我是黎婆多吗 你是黎婆多吗 但是为什么你好像是鬼 那么说 我现在是鬼 这个是我还是不是我 我没有我了 这个身体是假的了 这个身体是因缘合合而生的 这个身体不是我 我已经没有了 但是我现在活着了 他马上开悟了 他觉得这个身体是假的 摄利佛就带他去见佛陀 这样就出家了 出了家以后 修行成阿罗汉 所以他这个身体 他的名字也名假和和 他这个身体已经不是黎婆多了 是依据死尸的身体 离婆多已经不存在 但是这个心还是离婆多 身体已经没有了 所以外表是鬼的身体 里面是离婆多 所以我们这个身体都是假的 诸法因缘生 诸法人人灭 我佛大沙门 常坐 以示说 没有一法不从因缘生 事故一起法 我不是空者 你的身体不是你的 大家的身体不是大家的 这个身体都是假的 一百年以后这个身体就没有了 也不一定一百年 因为有一部分人二十岁就没有了 三十岁 四十岁 五十岁 不是你年轻的身体就可以维持到一百年 因为五十岁死的 四十岁死的 六十岁死的 你一死的时候 这个身体是你的吗 这一生是夫妻 你前生有很多夫妻的 也是假的 这一生的兄弟姊妹 你的儿子 你的女儿 都是有未了的缘分而来的 缘分没有了 就拜拜了 Goodbye 所以我说 最实际的是修行 因为一百年以后 大家都没有了 你还不往生西方吗 往生西方 在西方极乐世界 用于成佛 这一生 不用把这一生浪费了 你这一生找到了宝山 你没有开门就死掉了 你还要开门进去宝山里面 把这个法宝好好地学一学 那这一生就没有空过 好 我现在讲完了 下期再讲 很久了 我先讲完了 下期再讲完了 我现在说了 我现在在这一生的大事 能够的确认 是下期的 その帮助 你都会收到